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 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车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仍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升涡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 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v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利比亚以加国人士 今天再次聚集于多伦多市中心游行 向身在利比亚的示威人士表示支持 加国正式暂停与利比亚的外交关系 6名外交官员及18名加国公民回国 新西兰死亡人数上升至145人 新西兰总理宣布 将于3月1日为遇难者举行默哀仪式 各国纷纷以不同渠道 安排其国家人员由利比亚撤离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国语周末晚间新闻节目 今天是2011年2月26号 C76 农历争议24 今天节目开始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地的新闻消息 过百名利比亚裔加拿大人 今天中午开始在多伦多市中心 Yang Dandat Square聚集 举行游行 对正在利比亚参加示威的同胞表示支持 部分示威人士表示 他们游行的主要目的是要告诉身在利比亚的同胞 他们虽然身在加拿大 但仍然全力支持示威活动 他们同时也想出一份力 希望联合媒体和民众的力量向卡扎菲政府施压 示威者还呼吁各国政府一起抵制卡扎菲政权 随着尼亚加拉电力隧道项目的继续推展 安省居民将需要支付每月50分的额外电费 这些额外的费用将用于分担铺布隧道项目的超额开支 安省能源厅长Brad Dugget表示 这条10公里长的隧道建成后将为安省提供100年的电力 和其他能源供应渠道相比 这种供电方法从环保的角度上来说 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然而瀑布隧道工程耗资高达16亿元 比原预算超支了6.15亿元 此外该工程的进度也比原计划落后了4年 现预计将于2013年才能完工 政府为此解释说 隧道岩壁的地质比之前预测的要软 因此工程人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加固岩壁 同时频繁的塌方导致了大量岩石堵塞隧道 这是造成工程进度缓慢和预算超支的主要原因 政府还指出 虽然投资巨大 但长远看来该隧道工程仍然是值得的 该工程的超额费用将由纳税人分担 保守党批评自由党政府管理该项目不善 而能源厅长Jim Wilson更是指出 隧道项目已经失去了控制 根本就不值得继续进行 我TV李超报道 约克区公车局的罢工终于得以避免 在进行第二次投票之后 劳资双方终于达成共识通过新股员合约 代表约克公车部分巴士司机及机械工人的联合运输工会 113分会确认 214名工会成员日前投票通过了劳资双方 早前达成的合约方案 其中114人投了赞成票 83人投了反对票罢工取消 新合约将在4年期间加薪10.5% 同时给予每人600元的签约奖金 每年有4天带薪并驾等 有工会成员表示 他们早前并没有详细了解合约的内容 而投了反对票 因此以签名请愿的方式 要求进行第二次投票 WOW TV李超报道 我们再来看加国方面 中东国家利比亚局势动荡不安 加美两国目前已经联合 对该国总统卡扎菲政权发出严厉制裁 据报道 6名本国驻利比亚大使馆人员 连同18名加国公民 今天乘专机撤离利比亚 这也预示着加国暂时中断 与利比亚的外交关系 目前在利比亚 还有不到200名加国公民 其中有不到100人要求撤离 这些人大多是在班加西地区工作的职员 总理发言人表示 目前利比亚迪利波里国际机场 并没有加拿大公民等待撤离 但在今天晚些时候 能够赶到机场的加国公民 将有机会搭乘英国派出的航班 暂时撤离到邻国 而联邦政府在今天上午则建议 希望撤离的加国公民 需要尽快赶到机场 因为最后一班由本国派出的航班 将在今天离开利比亚 但具体时间不明 另外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 由于飞机不能在当地机场 长时间占用跑道 加上本国驻利比亚大使馆 以当地局势十分危险为由 建议公民为保证自身安全 不要贸然前往机场 第二架用来接载本国公民的专机 于周六凌晨3点 抵达迪利波里机场后 再度空机折返 我TV李车报道 联邦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联邦政府本财年的财政状况 有显著的改善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 政府本财年赤字将有望大幅降低 根据财政部的报告 联邦政府去年12月份 赤字减少到14亿加元 截至目前 联邦政府本财年赤字为274亿 较去年同期为低 如果到今年3月1号联邦政府能够保持住这个趋势 本财年赤字将会降到360亿加元 比先前预计的454亿加元大幅减少 专家分析 联邦政府本财年的良好表现 主要归功于本国经济环境有所好转 就业市场持续复苏 使得政府在个人所得税 洗业税 以及销售税等方面的收入均有所增加 但同时 为填补赤字 政府公债比去年增加了10亿 另外 为刺激经济而投放的正式资金 也是造成赤字的一大因素 WATV理财报道 BC省法庭在审查本国反一夫多妻法的过程当中 发现该省巴特夫地区 在2004到2006年间 先后有8名未成年少女 被带到南部的加美边境 嫁给奉行一夫多妻制的美国人 在这8个人当中 有2个人年仅12岁 根据从美国德克萨斯州当局获得的资料显示 当地一名涉嫌儿童性侵犯 以及重婚罪的男子 曾与加拿大2名年仅12岁 以及1名年仅13岁的少女结婚 而其他6名未成年少女 都嫁给另外一名美国人 皇家骑警在昨天表示 已经接到卑诗省总检察长提供的这些新证据 并将继续进行深入调查 但不便透露更多具体细节 皇家骑警在过去20年间 一直调查卑诗省Bountiful地区 一夫多妻 性虐待 以及人口贩卖问题 但该调查至今没有进入法庭审理和定罪环节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加国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再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 新西兰警方今天表示 地震已经造成145人遇难 另有200多人失踪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宣布 当地时间的3月1号中午12点51分 也就是当时地震发生的时刻 将为遇难者举行默哀仪式 目前有超过600人组成的国际救援队 在重灾区日夜工作 但距离上一次发现幸存者 目前已经过去三天的时间了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今天表示 搜救工作尚未结束 因此失踪人员的家属不要完全放弃希望 政府部门还提醒人们做好心理准备 遇难人数在今后24小时至48小时将大幅上升 警方负责人表示 遇难者身份的确认工作正在进行 不过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据警方发布的消息 在遇难者和失踪者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国 日本 菲律宾等国的留学生 据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教育处提供的消息 目前已陆续有中国留学生的家属 赶到基督城处理相关事宜 官方调查显示 由于大量建筑在地震中损毁 基督城区大约三分之一的建筑需要拆除 完成商业中心的重建工作 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由于地震造成当地将近5万人失业 政府将于28号宣布援助措施 目前基督城75%的电力供应恢复 50%的地区恢复供水 电话线和手机通信逐渐恢复正常 机场航班起降繁忙 WTV张会子报道 由于利比亚局势动荡 其他国家也纷纷组织 其国家人员从利比亚撤离 当中包括土耳其 阿尔及利亚 德国 英国 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开始调派军舰 或者包机前往利比亚 接载人员回国 土耳其总理府日前表示 土耳其至今已将8360名 在利比亚人员从那里撤出 并将继续派出船只 和飞机撤离本国公民 而阿尔及利亚 目前已经有1500名阿尔及利亚公民 通过空路两路离开邻国利比亚回国 此外阿尔及利亚已经开放陆路边境口岸 以方便离开利比亚的外国公民 转道回国 25号 德国派出的接回本国及欧盟 其他国家撤离人员的军舰 到达马尔他 并将与其他军舰和飞机会合 持续参与滞留人员撤离工作 英国首相卡梅伦25号表示 在过去24小时内 6架航班和一艘军舰 已经载着撤离人员离开利比亚 而另一艘皇家海军派出的军舰 也已经前往利比亚 目前大约还有500名英国人 滞留利比亚 除此之外 意大利 波兰 丹麦 瑞典 挪威 尼巴嫩等国家 从利比亚撤离滞留人员的行动 也已经全面展开 WTV张惠子报道 另外美国宣布制裁利比亚 中断两国的外交关系 同时关闭当地的大使馆 联合国也商讨相关的措施 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 卡扎菲政府镇压反政府示威者 违反国际准则 宣布冻结卡扎菲及家人 利比亚政府和高层官员 在美国的资产 禁止一切和利比亚有关的交易 关闭美国驻德利波尔的大使馆 撤走所有外交人员和家属 而白宫发言人被问到 会不会采取军事行动 就表示不排除任何可能 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则表示 卡扎菲武力镇压示威者 国际社会有必要采取措施 保护当地人民 也呼吁各国尽快定出方案 制裁利比亚 安理会多国代表认为 卡扎菲犯下违反人权的罪行 可能需要国际法庭介入 也研究向利比亚 实施武器禁运和冻结资产 而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宣布 不再效忠卡扎菲政府 希望促请各国拯救利比亚人民 WTV张会子报道 那么除了利比亚 周边多个回教国家 趁星期五伊斯兰的礼拜日之后 大批的民众示威 其中伊拉克的示威演变成了冲突 据报最少有9人死亡 伊拉克多个地区有民众示威 在南部城市巴士拉 军警在政府大楼外建起围墙 但被示威者推倒 示威之后更演变成为冲突 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石块 警方就用水炮驱散示威者 期间传出枪声 民众慌忙走避 在首都巴格达 有大约5000人到解放广场集会 示威者指他们不是想让政府下台 只是希望当局能回应社会诉求 WTV张会子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新闻内容 广告之后 我们还会为您报道中港台方面的新闻消息 中国加快撤走滞留利比亚公民 约16000名中方人员 一分四路撤离 中国投授队抵达西西兰协助救灾 中国使馆公布25名失踪人员名单 jeg民是带良福 我已经来发了 我已经跑了 我已经去跑了 我已经去跑了 我公布了 我已经去跑了 我已经去跑了 不是来招歌唱演员 是计划他们是来招 我们的表演演电影演员的 所以我要给你出一个 小的一个场景 很简单 加拿大华人原创影片 父子演员公开面试活动 于2010年12月4日 正式在嘉华视讯 WOW TV隆重登场 千里之情始于足下 明星之梦始于嘉华 还等什么 快快来报名吧 详情请电416-298-2266 中国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蕴含着无限的潜力和机遇 新财富融新闻性和教育性于议题 很多妻子去选择 在那里 另外,这是一个酒店 很多流行人都在那里 在晚上 我认为什么在那里 是一个巧克力店 如果我开了那里 它会很适合 我会有很多客户 逢周日下午1点 为家国人士介绍 中国的致富机会